姐姐 我们去约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刀子》《刀子》 《刀子》 大家好 我是何宇 我在《我的邻居掌门》中饰演的是陆正安 大家好 我是李希瑞 在剧中饰演林扬 第一面是在剧本《唯独会》上 我在想他演陆正安或者什么样 陆正安并不是那种幼稚不成熟的地理 相反他无论是对待爱情 还是自己的音乐梦想 都非常的成熟和坚定 总有一天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 我陆正安 很爱很爱他 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爱 林阳是陪着陆正安一起长大的人 亲眼目睹了姐姐的很多经历 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其实拍这个剧也是让我释放了自己 江西密切陪伴的过程 更坚定了陆正安对林阳的爱好 而且姐姐这么优秀 怎么怎么不爱 她就一直叫林阳老子也没有别的称呼 这大概就是她宣示主权的方式 感谢大家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 这么多天的幸福 北京见北京见 是你去 你见 北京见 叶 我很舍不得 别扎紧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露林姑姑 哦对 这好像结婚症婚戒 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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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新瑞选了小奶狗 然后和云选了面周副镜记者 哦 好甜啊 105万 105 神仙腿长105 突然发现也是105 我的腿太长了 我帮你量一下 快帮他量一下 大家可以量一下 自己的腿长 自己的腿长 还是一分1米多 开门一公里 你发现也要还是一公里 1.5 现在就是那种匠实连腿长都一样 照我一生老婆 可以照我一生老婆吗 这一只 为什么 老婆只能在 挑不 来点平复心情的片段吧 弟弟对姐姐 你觉得最欣赏 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怎么的 长得好看 实在不行就 这样还不用说吧 狼狗和奶狗 你会喜欢哪个类型 必须都得有这两个特质 坚矩 对 所以是奶狗的什么特质 和狼狗的什么特质 奶狗的特质 可能就是你们两个私底下 他的一些状态 狼狗的话就是在外面 他的那种专业素养 然后 就是会 感觉能够驾驭得了我 其次 喜欢有少年感的男生 弟弟若有所思 你知道吗 你的表情一直在思考 我这张拍的你好小 这种感觉 很嫩的 这不是你说少年感吗 默默的记载的心理 别往提上了 自己生活当中 会比较喜欢年少还是年下 我都可以 我都会看感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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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陪我再一次长大 谢谢你陪我长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的邻居长大 祝我的邻居长大 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 最后有惊喜哦 我爱你